非常谢谢东华军和脑人员 那个组织的邀请 我很荣幸能够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最近发表了一点工作 我工作主要目的就是 想建立一个有关下念页 功能组织原则的模型问题 听得都还清楚对吧 对吧 就是视觉功能中 客体识别或者说物体识别 对生存是非常重要的 假设比如说 如果你在山间走路的话 如果你不小心 碰到这么一条蛇 而且你没有注视到它的话 那么你会带来这种生命的威胁 这样的问题呢 不仅仅是对于生物视觉系统来说 对于人工视觉系统说 比如自动驾驶的汽车 比如特斯拉汽车 曾经就因为没有检测到这里 这里是辆白色的卡车 然后就给乘车人带来了 给全球人和司机都带来了巨大的生命损失 因为它那个自动驾驶系统 无法检测到这里有个物体存在 所以一头撞了上去 前不久也还有个视频 类似的一个视频也发生了 但是那个视频 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司机启动了 启动了自动驾驶 或者就是司机自己没有看到 总而言之 这种如果你的视觉系统中不能够很好的识别物体的话 对你的生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它是视觉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功能 然后这里是 灭猴大脑的一个侧面 一般认为物体识别发生在这个 Ventral virus 叫副侧流 这个过程起始于初级视觉P层 然后通过文外P层的V2 V4去 然后到达下孽眼P层 然后我们知道下孽眼P层里面 有大量的神经元素 用来表征物体 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损伤 会带来特定物体识别的功能障碍 比如说联盲症 对于副侧流 早期的视觉处理区域 它们的功能组织是比较清楚的 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对应着视耳膜的输入 所以我们称它们的功能结构为视耳膜 拓扑扑结构 但对于下孽眼P层的功能结构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 然后这是19到70年代末的时候 当人们还不知道它的功能基础的时候 他们首先发现了这里的细胞 比如对特定物体识反应的 这是个非常著名的脸细胞 由查理Gross发现 查理Gross发现 连阿地区的细胞对特定物体识反应 比如手啊 书啊 脸啊 然后这个细胞就是 它们非常著名的脸细胞 如果细胞是只对 细胞是只对人脸或者猴脸去反应 而对手和马总刷的反应是比较小的 然后到了二十年后呢 大概在上个世纪的 上个世纪末1997年的时候 Nancy Kavinscher用脑功能成像的技术 发现人脑里面存在这种区域 不仅仅是一个细胞是怎么区域 它的反应 它对人脸的反应要大于对其他物体的反应 然后这又是一种著名的FFA曲 然后因为它的这个发现 在对认知神经科学发展 发起了一个重大的突进作用 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篇文章在研究FFA的功能 连接啊这些问题 然后同样的 如果你把猕猴放在这个MAR机器 让猴子也同样的看人脸的物体 或者非人脸的物体的话 通过比较 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六个 黄色区域 然后这些区域里面都对脸有特应的反应 然后也就是说在猕猴的脑子里 也同样存在这种人脸区域 然后我们把这种这种这些 在这六个人脸区域 统称为一个不仅仅叫一个区域 叫做联网络 选中为Face Network 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联网络 处于以下标准 第一个是 网络里的神经元表现出的一致的选择性 这里你所看到的是 一个区域里所记录细胞对不同物体的反应 每一行代表的是一个细胞 而每一列代表的是一个物体 这个前16列代表的是脸的反应 红色代表强的反应 白色是代表几乎没有发放 代表的是没有反应 然后这里看到是几乎所有细胞对脸 都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选择性 就是细胞对脸的反应要远远大于对其他物体的反应 所以我们称之为联网络 然后呢 这六个Network 这六个Face区域呢 是非常之间表现出非常强和非常特异性的连接 这个这点是通过这种微电刺激的实验 以及通过这种Direct Tracer的Injection发现 就发现它们之间有非常强的和特异性的连接 另外一点呢 是这个 这些脸区域在处理不同的 在那个Face Processing处理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Hierarchical的Organized 就是说 细胞 会变得更加视角无关 当你越到前面的时候 细胞会越来越视角无关 比如说对于这个细胞来说 它只对向左看或者完全向左或者清洁向左的脸去反应 而对其他朝向的脸是没有反应的 然后当你到了最anterior的时候 那么细胞是对所有的朝向都反应的 那么所以它就说这个细胞在越往靠前的时候 是越不care脸的朝向的 所以叫做我们叫做Mule Invirus Increase 就是这个脸朝向性的无关 之后我们还会再继续谈到这个问题 然后除了脸网络呢 其他特殊的网络也在IG区找到了 像身体区啊 Sync区啊 以及有颜色的物件Color Object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这张图来表示一下 我们现在对夏宁也的了解 我们知道夏宁也若干区域已经被定位出来 这些区域不但对特 一般是对特定的物体类别起反应 比如脸啊身体啊 或者特定的刺激强 刺激的维度比如颜色的 但是夏宁也还有大片区域是没有被理解 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区域是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的问题是 我们能否找到夏宁也的组织原则呢 就好像我们知道 低级视觉皮图功能是由视网膜拓谱决定的一样 关于这个问题 很多模型都被提出来去理解这个问题 比如说 正因为视觉区域里大部分区域的功能组织 都是由视网膜拓谱来决定的 他们有些组织认为 IT区域应该也继承了这样的一个组织特性 虽然说用脑部的成像 我们并不能在夏宁也观测到清晰的 视网膜拓谱结构 但结果显示 夏宁也还是观测到 包括了一系列的这种 Central Periphery的Presentation 就是说它还是有这种 Fovia 就是中央奥的那种表征的 夏宁也存在这么一系列 中央和周边视野的表征 说明整个夏宁也包含了若干的 刺激的视觉区域 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呢 这样的中央周边视野的表征 使得我们能够理解 为什么某些区域会处于特定位置 比如说 为什么那些脸部区域在不同的个体之间 总是在处于相似的位置 这是因为脸部区域是由中 脸部区域是处于中央奥表征区域的 其实这点也比较好了解 是因为当我们分辨人脸的时候 我们需要通过中央奥的高视锐度的特性 去处理脸部特性 所以脸部区域与中央奥的表征有一定重叠 然后另外比如说周边视野的处理 与景观区域有一定重叠等等 然后这个假说 认为可取就是 它认为下面也不是 是存在着一个层级结构的 但这个假说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 为什么我们有脸区 我们有很多 因为我们在观测很多物体的时候 都是需要 都存在这些特病的 这些脸区很多都是需要 观测其他物体的时候 也是需要用中央奥的中央信息 为什么只有脸区在这里 而其他区域 其他物体的表征会不在这个区域呢 所以没有办法去帮助我们理解 下面也还有没有被任何 没有那些没有被探索的其他区域 不能够理解 帮助我们理解 为什么脸区会在这里 有的人是问 还有一种假说是 下面也的组织是 去决定于物体是否有生命 以及实地物体的大小 但这种假说是不能够解释 下面也的层级结构的 然后还有当然有更多很多非常复杂的模型 比如说这个是加格兰古文族做的 他们让被视看很多的图片 然后它每个图片都有 从那种语意的模型上去 语意模型的角度去理解 就是每一个词 每一个图片 它有一个语意上的描述 然后这个描述可以用wordnet的这种方式 去描述它的 比如说描述它不同的这种层级结构 然后又通过这种语意上的了解 去建立一个下列的模型 然后模型非常的复杂 然后你看到颜色也很丰富 然后类似的这样的 这种叫他们这种 Hexby族也提出了一个模型 包括用超过十个维度的 来理解下列的功能组织 然后Hexby族 Hex的模型更像是一个用模型去解释 他们观测到的数据 然后这样的模型都太过复杂 使得我们无法去解释别的研究的 课题组的数据 所以到我们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采取一个不同的方法 就是说与其去猜测这些区域 到底是偏好什么样的刺激 我们不如先从连接入手 我们通过脑功能成样的方法 将那些已经知道区域的 给定位出来 包括像脸 身体 景观 颜色 或立体刺激的这些区域先定义出来 然后我们把剩下的这些下列颜区域 我们称之为无主之地 然后我们特意地或者随机地 插入一根电极 在这个无主之地 无主区域内 在电刺激的同时 我们同时进行脑功能成像 这个实验目的是 除了电刺激的部分 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他部分的下列颜 也被电刺激所激活 然后电刺激这个区域使我们发现 这个区域与其他两个区域有着直接的功能连接 一个在前部 一个在后部 然后这里你所看到的电刺激实验中 我们所观测到每个区域的反应的时间序列 这些上升和下降的调节都表示 它们被电刺激所调制的 就说明它们也是被电刺激所驱动的 这就表明我们在功能连接或者从形态上 在下定页发现一个新的网络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功能偏好 所以我们先称之为这个网络为X 我们这里发现三个区域 从后到前我们就叫X1 X2 X3 我有一个小问题 你说 你电刺激这个X1 X2 X3 它们是会重置活动 那你电刺激的FacePatch 或者那个别的Patch 它们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方式 其实我们用这个方法 就是因为之前有人在FacePatch 我们实验室的其他人 在FacePatch做了类似的工作 当你电刺激FacePatch的时候 你只能观测到FacePatch其他区域被激活 而除FacePatch之外的区域是不被激活的 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实验 我们才敢用这样的方法去找它的Network 但是刚才段落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但是就说 其实我们找到这些区域 我们能不能 是不是知道它们真的是属于同一个网络呢 是它们有没有一致的物体选择性呢 所以我们准备了这么一组刺激 然后这组刺激里面包含了51个物体 并且每个物体是呈现在 24个不同的视角下 我们用单细胞记录的方法 去记录每一个单个神经元对这些刺激的反应 然后这里你所看到的是 我们记录了神经元对51个物体的反应 每一行代表一个神经元 然后每一列代表物体的反应 然后同样的红色表示强发放 白色表示无发放 然后这里的三组代表了X网络中的三个区域 然后不难看出这些细胞具有高度的物体 相似的物体选择性 比如说X1 X2 X3 所有的神经元都被脸部抑制 但对某些物体有着强烈的反应 然后这些物体 但这些物体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 这些物体并不能像脸或者身体一样 能够用于一类别来定义的 所以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功能网络 然后其中的这些神经元具有高度移植的选择性 不过这个神经元网络并不像之前那样 人类网络和身体网络那样 对某一类别的刺激有偏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能否在不同的动物个体中 找到同样的网络呢 这里我们用脑功能成像的技术 给动物呈现X网络 五个最喜欢的物体和五个最不喜欢的物体 然后对比二热之间的反应 这里的最喜欢和最不喜欢 是由单细胞记录反应所决定 然后这个是在我们M1里所得到的脑功能成像的对比结果 这里你看到这是X1X2X3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视觉刺激所得到的网络 与我们电刺激所得到的网络高度重合 就证明了我们可以运用这种视觉刺激的方式 找到同样的网络 然后于是我们在第二只动物里面进行同样的实验 我们类似也找到了一样的网络 并且这个网络与动物一 表现在一个非常类似的位置上 这是动物二 这是动物一 位置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致的 然后在动物二定义了网络X之后 我们同样也可以再进行单细胞记录 然后这里你所看到的所记录的单细胞 这里你所看到的是我们记录动物二的三个区域的神经元反应 它们之间的选择性不仅高度一致 而且与动物一也高度一致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新的网络 这个网络是存在不同的动物里的 然后我们之前所强调的是这个三个区域表现出的一致性 那么下一步问题是这个三个区域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在脸部网络所组成的网络特性中有一个特性 就是越往前的脸部区域 越不在乎脸部呈现的角度 我们称之为视点无关 就要刚才讲的叫做view invariance 但事实上在网络X之中 我们也发现了这种类似的特性 神经元在网络后面的区域是有视点特异的 就是神经元对一定朝向的物体有反应 而对另外朝向的物体是没有反应的 而神经元在最前面的区域是视点无关的 其实神经元对各个物体的反应都是类似的 然后这一点从我们发现的这种特性和脸网络是类似的 然后刚才我们看到单个神经元的结果 为了表示更好的研究 在population level上研究视点无关的特性 对于每个区域我们计算了不同物体 在不同视角下的表征的相似矩 举例来说这个点表征就是两个物体 在不同视角下的相关 这个相关是由neuronal response 就使用神经元的response建立的 然后这个点表征的就是同一个物体 在不同视角下的相关 所有这些平行对角线的线 表征的都是同一物体在不同视角下的相关 这些执政越大就表示这个区域越来越视角无关 然后这里我们网络S三个区域 这是我们网络S三个区域 指导的表征相似矩阵 就是成如刚才所看到的一样 你会发现在最前面的S三区域 这些平行线平行对角线的线是最深的 就这些线是最深的 表征了这个就说明这个区域的神经元编码 是试点无关的 然后这点与联网是一致的 而这个试点无关的特性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意外 相对来说比较意外的结果 因为实验室这样的红色 它并没有看到很多类似的物体 对很多物体并没有类似的视觉经验 比如说对飞机 然后这种试点无关的特性 应该是来源于对其他物体的经验学习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网络 并且我们知道网络之间 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同 但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没有回答是 这个网络到底在 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样的feature 或者它喜欢什么样的物体 就是它到底对什么样的视觉特性去反应 那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然后就几乎是最基础的方法 用眼纯口 然后用去猜的方法 然后这里上面是五个最喜欢的 这个细胞最喜欢的物体 就这个网络区里最喜欢的物体 下面是五个最不喜欢的物体 从这些最喜欢的物体中 我们发现这些物体 要不自己是细长的物体 要不就包含了细长的这种部分 所以用学术一点的话来说 会不会这个网络S里面的神经元 更偏好于那些高长环比的物体 为了测试这点呢 我们计算了每一个物体的长环比 然后这里的长环比定义的是 轮廓平方于面积的一个比值 在这个定义下 正确的长环比为一 然后我们计算了每个图片的长环比 并看了每个区域的平均发放 与长环比的关系 我们发现它们呈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强观 这就证明了 这些细胞的确是偏好于高长环比的物体 为了进一步测试这点呢 我们生成了一组更为简单的刺激 即是一组线段 它们在三个维度上变化 长环比 曲率 以及范围朝向上 我们记录了X2和X3神经元 对这组简单刺激的反应 这里你所看到的四组 对应的就是四组长环比的刺激 神经元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一致性 一致偏好 它们对高长环比这样的刺激反应是很强烈的 对低长环比这样的反应是很弱的 所以我们确定NetworkX的神经元 是被长环比所调写的 然后正如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说我们用了这种所谓的方法 是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几乎是用猜或者用眼 就是完全是猜的 完全就不是一种非常系统的方法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更系统的方法 去理解NetworkX的发放特性呢 这里主要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如何用数学来描述物体 用数学的方式描述物体 并且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用有限的维度 来描述一个任意的物体 这个直到几年前都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现在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有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 那就是训练物体识别的深度学习网络 深度学习网络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方法 去参数化任意的物体 换句话说 对于每一个物体 我们都可以用几千个数字 在进行对物体进行一个高阶上的描述 然后我们甚至可以用 进一步用PCA降维的方法去缩减维度 在这里我们把4096个维度 就下到前50个维度 那么这里是我们根据所有的图片 在LX9的FC6的反应 建立一个50维的空间 然后这些维度是什么样呢 这里我们存现了投射在 维度1和维度2最高最低的物体 我们发现维度1的高值 对应的就是那些长而细的物体 而维度1的低值对应的是那些光滑 低光滑的物体 或者说低长环比的物体 而维度2对应的是有生命的物体 和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 或者从图片性质上来说 在维度2里高值对应的是有曲线的物体 在维度低值对应的是方正的物体 当然这里还有更多的维度 所以我们这里通过了深度学习网络 建立一个坐标系 在这个坐标系里 每一个视觉次级都对应在坐标系里的一个点 我们下一个问题是 神经元的反应是如何被这些维度调制的呢 我们发现神经元在有调写的维度 都呈现出了单调增长或者单调下降的反应 比如说这两个细胞 在PCE的维度最小的时候 PCE值最小的时候 神经元发放是最小的 而在PCE值大的时候发放是最大的 这个与之前报道的 连细胞采用轴模型的结果也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在下定页发现了一个新的网络 这个网络是由存在着多个功能连接的区域组成 这些区域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高度的一致性物体选择性 然后视点不变特性是从后到前 从posterior到anterior是增加的 然后这些细胞是用轴模型 这些都与已知的联网络是一致的 不过我们发现network ads 也仅仅占据了下定页的一小部分 还有没有类似的网络呢 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 有没有一个背后的大的原则 来决定这些网络的位置呢 这里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巧合 这里是我们根据神经元的反应 所找到network ads所偏好的物体 和最后偏好的物体 然后这里是第一座标族的两组极致物体 你没有发现这两二组之间 其实是高度的相似性 这个事情更奇怪的是 network的 ads最早发现 是来源于随机的电子自己找到 为什么偏好的物体 与lxnet的第一维度如此相似呢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建立的物理空间 如果只看前两个维度的话 那么第一个维度就像我刚才说的 低长宽到高长宽比 然后第二个维度是生命物体 versus对应无生命物体 或者说有曲线物体 这笔方正物体 那么脸是低长宽比 有弧度的物体 动物身体是高长宽比 有弧度或者说是 我的物体 animate的物体 然后network ads偏好于高长宽比物体 如果我们能够用单一的模型 理解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区域 使得我们思考 下面也可能存在这么一个 二维物体空间的拓骨结构 就好像低级视觉区域的功能组成 是由二维数码膜空间的拓骨结构 所决定一样的 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那就很容易理解 我们为什么找到network apps 和第一维度有如此高的相似性 为了测试我们这里的模型 我们将这里所有呈现 给猴子看的视觉图片 表执在第一座标准和第二座标准 组成的二维空间里 我们标记上network apps最喜欢的100个图片 然后我们也记录了身体网络的细胞 然后标记了100个图片是被身体网络 被身体网络最喜欢的 然后是联网络 然后你发现这三个区域 大概大致上占有了四个相线中的三个相线 但是这还有一个区域是没有被任何network所表征的 没有被任何网络所表征的 如果下跌的功能组织 真的是由物体空间的第一和第二维度 拓不足结构来决定的话 那么我们预测将会有一个网络来表征这么一个区域 根据推测呢 这个区域将表征那些方的无曲线 无凸起的物体 比如说像USB或者收音机等 为了测试这个预测 我们首先为了先找到这个区域 我们设计了脑功能成像的实验 其中实验里测应了四组次性对应了四个相线 然后我们用这个相线的次级 去比较其他三个其他相线的次级 在这样的对比下 我们找到一个新的网络 包含了若干的区域 这里我们呈现在各个区域 呈现在它的冠状面和史状面上 然后这里显示的是单电极进入这个前面 我们叫Enterial Stubby Area 然后这里你所看到的是其中两个细胞的反应 横轴是51个物体 纵组是每个物体的24个角度 这里你所看到细胞所偏好的 就的确是这些方阵的低长光比的物体 比如这些房子啊 或者这些卡车等等 这里是整个区域细胞 对51个细胞的反应 以及有五个最喜欢最偏好的物体 以五个最不偏好的物体 你发放最小的物体 你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的物体选择性 与Network Ads 以及身体网络都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所以夏孽叶的功能组织 是由物体空间决定的这个模型 使得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物体形状的网络 当我们把这个网络喜好的物体 投资在物体空间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的确表现了刚才那些没有被表现的物体 那么在这个包含夏孽后面的冠状面上 是半脑对称的 这样的空间连续性同样也可以在中部和前部的夏孽叶看到 像绿色蓝色紫色橘黄色 同样的在anterior也有存在这样的一个progression 绿色蓝色紫色和橘黄色 我们身上也能观测到 总结一下 这是我目前所能理解的功能组织结构 夏孽叶至少包含了三个对物体空间的表征 而且这个表征从后到前是越来越视点无关的 每次空间的表征是由四个不同的网络来表征 二维物体空间的四个向线 顺序是从身体到脸到方正 以及到network x 所以在这个网络里脸网络并特殊了 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脸网络 之前很多人认为 之所以认为脸网络的形成是因为脸的识别 对于领长的一个社交需求 在这个模型里 我们认为脸网络的形成是因为在物体空间里面 就有一个区域是表征脸的 更重要的是 很大部分的夏孽叶都可以用同一模型来理解 并且用同一框架去理解这些新的功能组织原则 所以回到我们当初的夏孽叶了解 我们需要多少个岛屿来装网络的夏孽叶 目随影显示 我们至少需要四个网络来表征一个完全的物理空间 但如果把我们四个网络统计 并加上已经所知道的颜色立体式网络 以及自然景观网络的话 这一共大概能够解释50%的夏孽叶 显然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作 但其中一个问题在于 我们建立的物体网络是基于一个无色彩 静止二D的物体自己 但事实上作为动物或者我们所接受的输入 是一个动态的彩色的三维立体的输入 真正的物体空间网络会更复杂 我们描述的这个物体空间 很可能只是夏孽叶表征空间的一个子气 或者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说这是个穷人版的物体空间 我们所揭示的真正只是一个穷人版 但虽然这四个Network不能够足以解释所有的夏孽叶 但我还要这里强调一个说明是 这里四个网络的细胞包含了足够的信息解码物体 我们可以通过重构物体来显示细胞包含的信息 但问题就是在于利用这四个网络的神经元 我们能够多么好的重建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呈现一张包含有长颈柱的刺激 然后记录四个网络的神经元对这个图片的反应 然后再根据这些反应去重够长颈柱的形状 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得到一个清晰的形状呢 还是得到一个比较像random或比较随机的形状 之前我说过了 因为每个神经元的每个象限里都出现了单调的特性 这就意味着每个细胞的反应 都可以表现成为物体feature的线性组合 而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线性变化的方法 通过将细胞整体的反应反吞回物体的feature 因为得到的feature其实就是FC6的response pattern 然后这里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个生成对抗网络的工具 来翻转AlexNet的反应 进而重构图片 这里的AlexNet把物体压缩成feature 然后生成对抗网络可以把feature重新生成图片 虽然你看到这些生成的图片并不完美 但还是包含了很多的信息在里面 不过我们这里是用下定页四个网络的细胞来重新生成feature 然后把这些feature再通过生成对抗网络来进行重构图片 然后这里是重构的一些例子 肯定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重构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信息是包含在重构的图片里 这也就说明仅仅是400个IT神经员 是包含了大量的物体的细节信息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激动人性的地方是这里 我们真正改变了我们对IT区的基础理解 因为这是我觉得是我们第一次以来提出一个模型 能够非常好的解释了IT区的功能组织原则 这个功能组织原则是由一个物体空间所决定的 我之前说我们的模型是一个统一的模型 之所以说它是个统一的模型 是因为我们用的模型可以做出很多预测 并且这些预测可以进一步在实验中验证 在这里我想讨论这三种类型的预测 第一我们的模型可以检视一些 有关下列业功能组织的观察 比如这里我们举行一个例子 比如说人们发现物体 之前的一个模型说人们发现物体是否是动物 以及物体在现实中的具体大小 提供了两个独立维度去理解下列的功能组织 然后我们的模型能够解释它们的结果吗 所以当我们把我们它们所用的自己 投射在我们所见的物理空间里 即在这个二维空间里之后 这里蓝色的点代表小的是无生命的物体 我们这里代表大的无生命的物体 它们在这个PC1 PC2的空间里是可以被区分开来的 然后同样的如果大动物和小动物的图片投射在PC1 PC2空间里 你是看不到这两组图片是有太大的区别的 而有趣的是它们在做FMI的实验中 大和小的区别也只能在无生命的物体在那边观测到 在有生命的这一组里是看测不到的 同样的生命体和无生命的区分 也是在可以在这个PC1和PC2的空间里观测到 更有趣的是 大和小的区分是在PC1的维度观测到 而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区别是在PC2的观测到 至于康卡图报道的 它们这个两维度是独立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的物体空间 可以解释这个研究所观察的现象 而且我相信我们的解释会更为简单 然后类似的研究 Otokoner组也发现过物体大小 云安霍金斯大学的一个Otokoner组 发现研究物理大小对下孽的刺激 也会不一样 以至于物体 当你物体从物体的大小 变成像环境一样的刺激的时候 发现不同区域的下孽也喜欢不同的刺激 比如说在STS Lower Bank的这些神经元 偏好像物体一样的刺激 而到了辈子下孽的细胞 更喜欢像警官一样的刺激 如果同样的 如果把我们所用的刺激投射在PC1和PC2的空间里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梯度 所以你看这里是物体 像更像物体 到PC2里 到这个空间它会更像警官一点 所以我们的模型也可以解释它们的实验结果 然后类似的像Curvature Network 也是可以 用Curvature Network也是可以 被我们的模型所解释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因为有了这个模型 你也可以去设计自己的实验 去测试很多东西 比如说夏孽页区域是一个高级认知区域 很多研究都认为夏孽页的IT区 是由羽翼所定义的类别来组织的 比如说人脸啊 比如动物啊 虽然我们说知道Network X或者Starby这些网络 显然是不能够被羽翼类 所定义的种类来解释它的物体选择性的 我们依然希望去研究那些传统上 被认为是类别选择区域的 它们的物体选择性 是被物体空间模型 还是羽翼模型解释得更好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测试的是一个身体网络 所以为了测试这个 我们建立了四组刺激 右边是根据物体空间所预测的模型 其中组一所对应的是 这个body 这个body 这个身体网络最喜欢的刺激 组四是最不喜欢的刺激 而组二组三 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 它们的发音应该是相像的 但在语义上来说 组二是属于身体 而组三是完全是物体 如果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得到 组二和组三的反应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于身体网络来说 如果 语义模型是正确的话 那么组二的反应要远远大于组三的反应 所以这个 实验就是这么一个实验 然后 我们用了脑红能成像仪 电生里记录了 记录了四组刺激的反应 这里是FMI Single Unit Response和Local Field Potential ALP的反应 结果高度一致 我们发现 组二与组三的反应是类似的 就是建议 语义并不是驱动身体网络反应的主要因素 而且 这个结果也进一步证明 即使是传统被认为 那些是Category Select的区域 也是被物体空间的 空间模型解释的更好的 最后 如果我们的模型是正确的话 我们应该可以设计新的刺激 就得到同样的区域 而且这些区域 由于我们专实物体的结果是一样的 事实上我们设置了三组新的刺激 然后这些刺激包括了 C路外的 只包括物体轮廓 或者用生成对抗网络 生成的伪物体 甚至用Deep Drip Image 只要这些磁器 投射在物理空间里 对各个相线有很强的投射 它们能够引起 实际物体 类似的反应 所以总结一下的是 总结就是 下令业有很大一部分的细胞 是根据它们的物体的第一 第二组成的投射不同 组成了四个网络 形成了一个物体空间 然后每一个 这个物体空间在下令业 至少重复了三次 并且伴随着视角不越性的提高 然后这些细胞 包含了足够的物体信息 使我们可以重构新的物体 然后有物体空间模型 是一个可以计算 并且是一个统一的模型 这个模型能够 不仅可以解释我们之前的结果 也可以为我们未来的实验结果提供预测 好 最后希望 我很希望感谢我的合作者 Sheria和Mason 以及我的Doris 以及感谢各位听众来加入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各位提出来 你们可以打字 或者是提 我现场语音提问都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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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进入体育环节 我们鼓励大家直接通过语音来听 那请 鲍博士先简单介绍两个零元区的问题 好的 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 我看到了 一个问题是 电刺激是对X1X2 从任意一个区域刺激 还是只对其中一个区域刺激 其实上 事实上 X 我们当时测击的时候 是随机选择一个区域 然后我们把那个区域叫做X2 所以我们是事实上 只刺激了X2 并没有刺激X1和X3的 然后 第二个问题是 PC1和PC2 我看一眼 能够随从把那个第二个问题 说PC1、PC2是怎么定义的吗 是自己定义的吗 自己PC2不是 PC1和PC2是 我们把 我们把所有的 就是说 因为X9的比如说FC6的层 有4096个units 然后你会 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刺激 大概超过1000个刺激 看它得到反应 你得到一个矩阵 得到一个4096乘以1000的一个矩阵 具体数是124 4096乘以124的一个矩阵 然后你拿做PCA 你得到PC1和PC2 就是这个 就是PCA的 first PC和second PC 这个并不是 我们自己定义的 这里的定义是 通过PCA降维 得到的第一和第二矩阵 刚才那个问PCA PPR的人 他再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重构的时候 是只用IT区的信号吗 重构的时候 我们不对 不仅仅是只用IT区的 我们只用了IT区这四个网络的信号 大概接了四百多个神经元 请问现在已知的语义网络吗 因为同样的语义层面还差一点 这个问题 我不是特别理解这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 就是说你怎么样定义这个语义网络 你当然你可以用很多语义的 你可以再定义一个新的语义网络 去用高长弯 说我们用一个新的语义 去定义这个高长弯 但是你相对来说 你用语义定义网络 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复杂 你不如 你如果用奥卡姆斯刀原理的原则的话 你比较我的模型 和这些语义模型的话 你会发现 我这个模型相对来说更简单 更容易理解 而如果真的用纯语义 再去描述IT区的话 那么就会太复杂了 会变得更太复杂了 好 我再问一下 海马体内秀皮层细胞 内秀皮层是不是Pyrrhino 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懂中文的这个内秀皮层 翻译是什么 这个我再另外说一个 就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好码 海马连接的 有一个有个叫Pyrrhino context Pyrrhino context这段里面 是有一个 是有脸网络 是有个脸区的 这个脸区 是对脸反应很特殊 有特性的反应 并且 并且最有意思的是 它同时开始对 familiar和non-familiar face有反应 就是说明 那个区域是存在着一个 视知觉和memory 有一个interaction的过程了 所以我相信 我有很重要的 有非常有意思的一步 就是说 这些 是不是同样的 这种object space 也同样表正在 Pyrrhino context 然后会不会 也有这样 类似于 记忆 有interaction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这是我可以下一步 我们可以去回答的 所以 对 所以我认为 下年页P层应该肯定 就是 真正实行recognition 当你实现 这个物体识别的时候 你光有这些描述是不够的 你肯定是要从memory里面提取 以前的信息 跟它做一个比较的 你比如说 我看出来这个人 是 他肯定是 在memory里面有一些 储存的信息 做了一个比较 做了一个interaction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 如果能够 这是下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了解了 物体是怎么描述之后 那么更进一步的问题 就是物体到底是 具体怎么可以识别的 是怎么样和memory interaction的 这些问题还是个谜 但是我相信会非常有意思 好吧 这个问题就 我们再问下一个问题 请问你们发现的 Stabi Network的刺激 是更rectin linear Stabi和Thin Network 是否有重叠 Stabi和Thin之间 是没有重叠的 Stabi Stabi和Thin的 Stabi因为更靠近 Face Patch 然后你也知道 NaturalThin的 即使NaturalThin和Face Patch 一般来说是相距比较远的 所以Stabi和Thin 没有什么重叠 Stabi某种程度上 跟那个3D 跟那个之前 之前有一个组方向的3D 有一部分的重叠 但也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对Stabi Stabi的确对Rect linear 是对Rect linear反应更强一点 这也是的确是 他对这种有curve的东西 是一点都不喜欢 他既不喜欢 他既不喜欢Body 也不喜欢Face 所以我认为是对Rect linear的刺激 是的确会更调显 当然进一步他具体怎么调显的 这也都是进一步的问题 我们觉得会很有意思 Stabi群的Stimuli很多 是人类世界有棱角的物体 我想问在完全野外生活的猴子里 也会有Stabi群 这个我相信还是会有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Object Space 会不会随着你的输入刺激的变化而变广 你假设如果一只猴子 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脸 它会有脸区吗 我觉得这种问题都是类似的 就是说当你的Vero Input改变之后 你的IT区还是像以前那样Organized的吗 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 但是类似的问题有人回答了 就是Megarin Livingstone他们组 就是如果把那些猴子 如果不让同小就不让他们看脸的话 他们脸区会消失的 他们对脸的反应会消失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IT区的Object Space 这个Space的Organized的话 是由于是根据你的视觉经验所决定的 但是这个 但是就是说你会根据你所看到的物体 然后不停地在做一个PC1和PC2 但是如果野外的猴子 野外的猴子有可能还是会看到一些 有Stabi的物体的 所以我认为Stabi区应该还是会存在 我并不认为说是 只有人类世界才有用 你比如说石头啊 山啊 这些不都是Stabi的物体吗 DGCG没有用 我们那个你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只用IT区 我们只用了IT区 我觉得是有用的 DG世界里边肯定对一些其他物体的信息 比如说位置信息啊 更为细节的信息是有用的 如果你要重构一些细节 那个物体内部细节的一些问题的话 有可能光靠IT区自己是不够的 有可能会要involve更加low level的 比如area 为什么AlexNet会有animacy的feature 或者为什么animacy是视觉的feature 这是个好问题 不知道 我觉得这是因为 我想我的回答是因为 有可能animacy这个维度 它就是能够很容易帮助人们去classify object 之所以在areaxnet上找到这个animacy的这个dimension 就是说明这个dimension 其实是对 即使对机器来识别物体也是很重要的 它并不是因为说 我们需要对于我们人的重要性 是重要的 它事实上 它就是它体现的出是一种 image的statist 体现的是一种图片上的统计性质 因为这样的图片上的统计性质 所以在areaxnet上在人身上 我们都观测到了animacy和inanimacy的区别 就说明它正是一种高阶的基础的 图片性质 物体性质 我不知道这问题回答的可以吗 如果说脑部的某一个功能区域 包含多个神经网络 是不是认为 目前的深度学习需要人工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结合 我结合谈到内脑智能 这个问题 我觉得 我不是做内脑智能的 我现在我们 我觉得这个问题 不知道不好说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别超出了我的理解 以后我再想想 我再回答这个问题 好不好 这个Anthro-Rhano 那个Codex我安装 我只知道Para-Rhano 我知道已经 那个内袖的 我对内袖的了解很少 通过数据降维 可以把这两个PC在十大数据上 重复出来吗 可以的 我们用了 我们用了另外一种刺激 就是我们另外找了两万个物体 无背景物体 然后我们把这两万个物体 重新再根据这两万个物体 建立PC1和PC2 他们得到PC1和PC2 当然不是这两个空间 当然并不是完全一致 但是我们这个PC1和PC2 还是能够解除他们PC1和PC2 一个很大的一个组成分的 然后另外这个PC1和PC2 在不同的Network之间也是非常不同的 那个Deep Planning Network 我们有一张 我们下面有一张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图示一下最小的 你看我们这里就是说 我们在别的Network 包括VGG F 包括所有的Deep Planning Network里面 绝大部分的Deep Planning Network 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重复出 重复出这样的Pattern的 也就是说 这个PC1和PC2 我们得到的这个PC1和PC2 是非常稳定的 这个稳定是 不依赖于哪个图片刺激你用 然后也不依赖于哪个网络你用 就是不依赖于你用的哪个网络 它这个PC1和PC2 是一个非常Consistent的东西 我这个这个等一下啊 哎我看不到那个聊天了 对 你在下面你往下滑 应该会看到这个Chat的那个显框 哇 好 对 找得到了吗 没有 又没有 又没有 不知道放哪去等一下 你没找到我 我先问两个问题吧 好好你问 哈哈 这个两个问题我很感兴趣 嗯 第一个问题呢 嗯 我我研究PFC了 我的IT 不分那么多了解 但是我们在 但我们PFC有个非常著名的争论 嗯 就是 就是一部分做脑成像的人 他们认为就是more anterior的那个area 就是 比如那个 额极 嗯 他们认为more anterior的area呢 它是 那个 掌控一些更 abstract的人的规则 嗯 嗯 就是抽象的概念嘛 然后你跟那个 posterior 像那个dlpfc 他或者说那个fef 嗯 可能就跟那种更具象的一些动作 或者一些object deduction相关 对 然后你刚才有提到你这个 在IT区 它更简单 它有四点不变的 对 对 嗯 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诶 是不是IT区 它也有类似一种规格 更 anterior 它是更 abstract 对对 是是是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 对 是这样 我觉得是是 的确是到了IT区 越到前面的话 我们会找到那种细胞 它只对这个其中的一到两个物体去反应 然后对它所有朝向的物体去反应 但是你这种细胞在posterior 就几乎看不到 那你们有 有没有类似的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来解释 我们 我们这种 成熟的理论 我觉得 还是就是一个pooling机制吧 就是假设你有细胞 它肯定一方面 在某些dimension pooling更多的 就是它为了完成这个object identification task 它一方面会 就是 会 会让自己选择调邪性 在他care的调邪性上越来越强 就是它会越来越 删减掉它不喜欢的物体 然后对于 他不care的特性上 他在使用pooling 就是说他如果对 还是对朝向不care了 然后他就会把这种 这种朝向的信息给 汇聚在一起 比如我并不care你的左 你脸是向左偏 还是向右偏 我只care你这个人脸的identity的话 那么 就类似于一种叫pooling原则 就可以能够解释 大概的解释这个 对 就是总的来说 就是说 它是需要 它是 你随着这种hierarchy的增加的话 你其实在两个dimension 一个是在选择性上 选择上提高 另外一点是在我不care的dimension上 下降 所以你会得到 这种类似于概念 类似于这种 或者单一 从在你那边就是概念 在我们这里就是 物体的identity 会更强的调解 但是对其他的东西 就越来越不调解 视角啊 朝向啊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都是 在视觉里面 这也是很明显的 那我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针对你那个 重构的 普遍重构的 嗯 你之前在做那个 描述这些区域的神经元 或者FMI 他们那种 嗯哼 那个 他的那个 活动情况下的 你是发现 那个四个不同的network 它是针对不同的 在那个space map 啊 是不同的位置 是吧 对对对 在重构 普遍的过程中 你们有没有 嗯 嗯 考虑 我没有考虑 我们把400个 就当成400个那个 我没有考虑任何 和 物体位置的信息 我们当然也可以尝试着重构 就是只根据某一个网络里的神经元 进行重构 但通常发现 比如说你如果用身体网络的话 通常发现你重构的物体 最好的就是那些 身体 你对其他旺物体就重构的比较差 当然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 还是能重构一点 但是如果 所以 就说你每一个区域还是有 每一个区域还是 对包含了信息不是军医的 就是说每一个区域都包含 对它自己最prefer的object 包含的信息是最多的 像我们哈 像我们在PFC的时候 因为我们PFC它原本就很主张 我们一般来验证这种东西的时候 假如你有四个network 我们一般可以每次T掉一个 来验证 T掉了这个以后 比如你T掉了face的network 是不是 重建face 它就正确地下这样来验证 对我们有 我有做过类似的分析 就是我发现有些物体 是如果你T掉以后 就几乎不能够 就不能够decode decode的信息就很少了 我有一张x 那个就有部分的物体 的确是 你就是把T掉这个 和剩余三个做比较 就只用这个网络 和用另外三个做比较的话 我们那里得到 是有存在这么一个分布 就有些物体 是被特定物体所表达的 特定区域所表征的 还是有这么存在的这样的物体 这样我就看到了 刘江豪有个问题是 前一张PPT特征分里面有一个3D PPT里面 对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他问的问题是 请问之前一张PPT特征里面有没有有3D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3D是他们有一个组 他们发现他们对这种双眼调制的 又在双眼输入之后 那种有立体式的物体会对那种 只有单眼输入 没有立体式的物体反应要强 他们有这么一类细胞 是这样子的 在ID区里面展的到 这个区域 他们那个组 做了一些特定研究 我不是特别熟悉 我尝试的结果 但 这些区域我尝试的结果 但是 结果不是特别 特别清楚 不知道 那个暂时不知道 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ITR Codex 面对于脸的识别有concept相关吗 这个 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定义concept的问题 我觉得对我来说 IT区所做的主要事情 还是在描述这个问题 是怎么样刻画这个问题 只不过它和VY相比 它的刻画在更高的 更高的这种层面上 但这种层面你到底说 是不是concept 和还是pixel level 这完全取决于 这个东西 你怎么定义这两个问题 我觉得肯定更像concept了 肯定不是单纯的描述 但是 它是不是就是concept的呢 呃 我也不能这么说concept 然后 它知道这是谁的脸 这个不好说 这不能说它知道什么脸 它是 它有些细胞是只对某几张脸体反应的 但它并不是 并不能说 在这个区域 我们就知道这是谁的脸 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它有可能是比如 只对某一特定类型的脸体反应 但并不能说它对这 它就知道这些脸是谁 这是两个问题 所以我说 一个perception和cognition 呃 一个叫 一个叫perceptual的 一个叫 在认知上是说 你现在知道是什么 你刻画什么 和你真正认知到recognition这个 还是两个问题 我认为recognition应该更involve更下游的区域 然后这个工作把脸作为一种shape理解 我想问这个脸网络 是不是对盗脸同样起反应 呃 他们做过这个盗脸和正脸的起反应 盗脸并不是说 呃 盗脸 就是神经元的这些脸细胞 对盗脸是有反应的 只是反应比正脸稍微小一点 但小的幅度甚至来说并不是那么大 所以来说IT区 并不是一个单纯说 只对正脸起反应的区域 它对盗脸也是起反应的 好 像face body这些区域 环境生活经验帮助去shape 那么在物体识别中哪些是innate的 不需要外界刺激的 这个问题 什么叫 我不是特别特别理解 这个我们现在等一下再回答 我不是特别什么innate GPT中你说 靠前的神经元靠我神经元物体反应 innate就是它与生俱来的 你不需要 不需要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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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回到刚才我认为这些物体识别的 这个 这个network的这个object space 是根据你的视觉经验所建立的 假设 假设这只猴子生下来就是在一个没有物体 只有 很重条纹的环境下长大 它能不能有IT区 有 这样的object space 我表示很怀疑 没有人做我这个实验 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你的 这个取决于 你的这个object experience 我不是很特别了解这块 但是我们中国有个老话嘛 就是 就是说你天生就pass 没进去 哦 他们可能 我觉得吧 可能在情绪啊 或者那种 对对 那种有可能 那种 对那种有可能 这种事实上 也可能在amigdala 直接从那个到amigdala 就有投射 那种问题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这个很很有意思 是很有意思 是可以回答 它会不会也有些东西是这种 是这种evolution决定的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development的问题 是很有意思的 很多国外他们livingstone 做了很多的事情 你像我们在PFC的话 就是我做walking memory 大家就在讨论 walking memory capacity 你是不是天生就这么高 就是你没怎么个JF training 你从小就在那个非常平坚的环境港 但是你跟别的那个正常的小孩 他其实walking memory capacity 或者什么之类的差别可能大 因为这是可能就是天生的 这就是我们出场配置 都不需要training 他那个人的那个 他有人提到人的这个新的network 和这个stubby network 人的新的network 猴子新的network 有没有大区别 这是个好问题 其实我我对这块 我一直觉得好像不大像 就人的新的network的 人的新的network的PPF和FFA 基本上是平行的 但是在这个猴子的这个新的network里面 他的那两个区域相对来说比较posterior 他没有找到这种 anterior face patch 和这个 correspondant的那种新的network 所以我认为猴子新的network的这个工作 之前虽然也是我们主发的 但是他和那个PPA之间的同源关系 并没有特别确定 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对猴子的新的network 这块了解很少 我认为有可能 no man's land会不会跟新的network 上面来说有一定重复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问 可以进一步下一步问的问题 然后谈一下对V4终极视觉区 V4是电生理学家的坟墓 我之前说过这个话 电生理学家的坟墓 就是很多人研究了一辈子 也搞不清楚什么东西 所以V4很复杂 非常复杂 但是也很好玩 这因为复杂才好玩 所以我觉得终极视觉区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V1有了解了 对RT区也有一定了解了 但这些对这种终极的V4的这种transformation Between这种low level到high level的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对我相信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下去做 应该将是下一个比较 就是人类我们觉得 我觉得再把V4再了解了解 我们离真正理解理解这个视觉系统 距离已经不远了 当然有可能我不以乐观 那个不是 那个就是 不是不是 你认为模型是否不支持IT 存在grandmother cell 或者不支持本质上存在category分区 好问题 我觉得我个人看法是 我觉得你的认为是对的 我认为IT区是不存在grandmother cell的 我认为grandmother cell 如果IT区是只作于描述物体的话 它是不存在的 它有可能会描述的越来越精细 使得这个物体 只在描述的某些demand者 只存在很小类的物体 但它的确还不是一个真正的 grandmother cell的概念 我觉得grandmother cell的概念 应该更多的会在hebocampus 或者在这种这样的细胞里面 这样的区域里面转报的 IT区所做的事情 本质上和V1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V1只不过是在更细小的 在更低级的level的feature去描述 IT区是在更高级的feature level去描述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对 好了大概已经回答了 几乎大家所有的问题了吧 靠前靠后那个神经元那个 不一样 我回头可以单独的吧 发给你可以挂email告诉你 我可以带你解释一下 那个靠前的反应 靠前的细胞是 是对那种 它是对物理朝向不care的 它只care的是这个物体的identity 靠后的物体 靠后的这些区域 是对物体的这个 朝向也有调解的 对identity和朝向都有调解的 注意力机制是怎么样 运用到模型中的 可以谈一下吗 这是个好问题 attention 我觉得 attention attention apply到在这些 在这些IT区的时候 这个问题研究的人不多 IT区 attention一般研究 v4的比较多一点 但总而言之 如果你用v4的理解去理解IT 我觉得也是套用也是可以的 attention主要作用 包括两种 一种叫传统一派认为 就是repeat response scan 或者contrast scan 是整个调解曲线更加敏感 另外一种认为是 它能够decorrelate 这种细胞之间的这种联系 使细胞变得更加独立 我觉得这两种现象 在IT区域应该都能看到 类似的现象 只不过是 原案的feature space 有可能是orientation 这里的feature space 有可能是object 但是我相信 这里这么做下去的话 也可能又能做这些东西 但是有没有什么太新的东西 有些太新的机制 区别ue4的机制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应该可能性不大 我相信 不过都是在不同的feature space attention直播 apply的不同的attention space上 或者有没有对纯朝向反应 没有没有发现 对纯朝向的反应 相应的细胞 基本我们发现的细胞 对朝向反应的细胞 都是基于某一个物体类别的 对 pryton会导向特征的feature区 对 对 是的 我提 因为我刚才讲的tention是说 attention作用在这些 coding细胞上的作用 当然你要说 那个frontal frontal prital 这些attention的信号 怎么过来的 那是 对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邹博士 你再回答一个问题 好吧 你再跳 好好 我再回答一下 最后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讲 我提到了 被什么因素所约束 或启动形成 不同的理论假设 并且比如理论组会 强调 exantricity 的 villium-based 也有理论 强调长期过程中 视觉一下高知智能的action 想知道您觉得您的结果 对于这种两种理论 会有什么启示 我觉得我的理论 我觉得我更赞成这种 我的理论还正好 属于二者之间 我又不是单纯的 feed forward的理论 也不是单纯的 这种interaction connected理论 我认为我们的理论 就是 我觉得我们的理论 说明了这个物体空间的重要性 我觉得IT区域 是在表征整个物体空间的 这个物体空间是由于你的视觉的 是与你每天所要做的任务 所相关的 它并比 这个 这个它没有那么低级 它并不是由一个单纯的 这种central periphery 所决定的 它也没有那么高级 它并不是说 你要做categorize的任务 就能够区分出 categorize 我们要把这个face和body做categorization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organization 它也没有这么说 它其实更多的是处于一种 image statistics 只不过这种image statistics 是更决定于一些high level feature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 跟他们那种vision和这种interaction的 和这种所谓的这种功能 政治功能之间interaction的 都不一样 但应该属于他们二者之间的一个模型 这是我的理解 但我更倾向于是 这种模型是一种基于这种 是view input feature所决定的 只不过这些feature 相对来说更高级一点 更high level一点 好吧 你看行吗 我觉得非常棒 谢谢你 我觉得大家提问的问题也非常好 大概这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次 和为的 就是 对 把我问的可以的 今天谢谢包博士的精彩分享 你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微信群里问我 我看我要能回答的话 我尽量的 我们可以私下的 再单独回答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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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